乡村要振兴 产业必先行 在中国经济的链条上 产业小镇处于关键的节点上 从今天开始 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融媒体节目 助理乡村振兴为产业小镇代言 我们将探访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小镇 我们今天首先来到的是 河南长远的起重机小镇 从调运到装配 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起重机 而在中小型起重机领域 占全国市场份额接近七成的小镇 地位也称得上是举足轻重 长远市是中国起重之乡 这里有规模以上整机生产企业114家 配套生产企业1024家 近九成的村民都从事着起重相关的工作 我们村子里头大概就是说 有35家左右吧 35家你买那个起重机上的配件 就是什么样的都可以买到 富松2009年开始 经营起自家的起重配件加工厂 年产值达到230多万元 这也得益于当地金融机构 向村民推行的起重配件袋 火航为了支持当地农货的发展 特别制定了起重配件袋产品 目前已经累积向200余户家庭 发放了贷款约5000余万元 来自小镇的起重机也能担重任 在去年神舟15号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当中 长远生产的多台起重机 就承担起了火箭转运吊装的关键任务 而长远的起重产品 目前已经覆盖了国内四大卫星发射基地 所以说我们一年的创新投入 创新研发投入加在一起 可能有七八个亿这么多 在企业加大创新投入的同时 长远市政府连续五年 累计奖普创新也达到了7.6亿元 2022年长远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70亿元 成为了起重机行业名副其实的重镇 470亿元